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公司蛮近的 走路就可以到 而且彼此都会去对方公司附近吃饭 那前面的话 因为魔法风云会 其实我本身没有玩 可是在我们之前 其实有访问过2plus的总编 就是小宫 他也是从上个世纪末 就是90年代 他还是高中的时候 就开始玩 然后他是高雄人 所以上来台北比赛 你是台北人 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 你一开始 怎么踏入这个魔风的圈子 我也是在1997年吧 就我高中的时候 我高一的时候 你念副中吗 对我念师大副中 我念严品 我被你们学校包围 那个时候就是 刚好卡台屋的老板小宥 你知不知道 知道 他是我的高中同学 真的假的 真的 就是他先把这个魔法风云会 带来我们班上 然后同班同学 同班同学 高一的时候 等于也是他教大家 怎么玩这个游戏 那个时候全盛时期 我们班大概还有 快十个人在玩 都是小佑教我们 然后带他的牌来给大家玩 那是都是下课玩吗 还是上课会偷玩 都有啊 大部分都是偷玩 然后可能被老师抓到了没收 这样 OK 对 那后来的话就是 因为你后来已经在这个领域 其实达到很多成就 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 我好像可以在这边赢 或者是赚到钱 其实年轻的时候没有想这么多 因为那个就只是一个游戏 那高中的时候 真的就只是当做游戏在玩 就是没有在想什么赚钱 可能顶多就是比赛赢了 有一些奖品 然后觉得好像比去加油站 打工多一点 那时候的话 我记得就是卡包 其实是很贵的 大概就七八十块这样子 可是你那样要怎么样 你是透过一些比赛的奖品 或是交换 让自己的牌组变强吗 没有 那个时候就很靠要交朋友 我们就跟朋友借啊 就是借了 然后如果赢了奖品 我就分他 OK 就是用一个很客难的方式 在进行这个比赛 那你高中就玩这个 因为大部分的人 其实那时候都在玩电玩嘛 台湾那时候仙剑啊 那时候是单机游戏 那个时候还没有网路游戏 所以像这样子的纸牌游戏 那个时候还可以 大概后来那个网路时代 那个天堂出来 就是完全被打爆了 完全没有人在玩 OK 你可以说一下 你那时候第一次去卡电比赛的想法和过程吗 其实也没有 那是因为班上同学 大家都只下课十分钟玩 然后玩一玩 可能也没有办法玩得很透彻啊 或是就是很随意的玩一玩 那当时好像尖端出版 那是都代理上是尖端出版社 那他好像会发行一些定期的杂志刊物 然后上面就会介绍一些外面有办比赛 那时候我也会很好奇说 还有这种比赛 然后我就去外面的卡电啊 就会有很多人去那边买东西或是玩 然后我就去那边认识后来的朋友 跟出去比赛的朋友 是不是在那时候认识小谷和多多玩法 对他们都是 其实都是可能其他卡电的玩牌的朋友 所以你们都认识二十几年了 对对对 我们就大概都那个时候 对就是那种 就是玩 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在玩 那只是说分别在不同的卡电嘛 那我们可能会在某一个比赛的场所见到面 那可能每次比赛都会见到这些人 就会变成就去聊聊天 说你们都在哪里玩 原来你们都在不同的卡电玩 那之后你可能也会去别的卡电玩一玩 就会发现他们都在折这样 蛮浪漫的话就是说 这二十几年后这些还是在卡牌或是桌游的圈子 对对对他们都很厉害 对那你之前有跟我提 是大学还是高三 你有跟一个目前在政府担任高官的一个人 就是打过比赛 唐凤吗 对唐凤 那时候他年纪比你还小吗 我不确定他可能跟我差不多大吧 唐凤应该还不到40 还不到40岁 对对所以他应该跟我童年 或是小我一点或大我一点 反正大概就是正负一年之内 那他他就是那种玩起来 因为那个他有玩过我们的游戏 高雄大东西什么的 他会很快的 他那时候就可以很快的散发出 他是天才的那种 对他就是他就是天才 他没有散发出 就是他刚进来玩的时候 就瞬间掌握了全部的要点就对 然后他又因为那个时候网路没有那么发达 然后他又有美国的资讯 等于说在台湾来说 他拥有别人都没有的那些资讯 然后最新的套牌练习的程度 那都比我们那个时候的时期的玩家墙上太多 然后我们平常就在卡店玩一玩 或是约着朋友家玩一玩 大概有一年吧 一年一年半这样子的时光 那那时候的话就是你跟他有对战过吗 当然有啊 他就是基本上都是很少那种前几名的 很少前几名 对对对对 你有赢过他吗 我不记得我没有对戀过他 但是我都是跟他拿套牌在打的 他让我赢过很多 他帮我赢过很多 感情真的很好 交朋友真的很重要 后来的话据说他后来就不打了 对因为他有一次输给 有一次比赛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他有一次比 算是那个时候蛮大的比赛 名次没有很好 输给可能不是很厉害的玩家以后 怒人之类的 对对对 他发现原来这个游戏运气成分这么重 所以他喜欢就是理解一个逻辑 非常缜密的游戏 然后运气成分要 可能因为运气成分高的话 他掌握的事情就不够多 那他的那个胜率随着他的运气成分太高 他可能没有办法掌握 他没有办法一直第一名的话 可能对他来说就比较无聊一点 那会跟那时候的环境 或者是卡牌的那个有关吗 就是他增加一些运气成分 还是因为他就是为就是每一次出出牌的系列的时候会会针对市场做调整 应该会会这样子 因为其实以卡片游戏来说他可能不想要像下棋这样子这么就是你你如果很厉害你就永远都不可能输 那这样子以这种卡片游戏来的话 那可能大家可能娱乐性就会低一点 可能大家就不想因为每次都你第一名那就不好玩了嘛 他需要大家都有机会第一名 OK 对 你在2008之后开始决定要进职业 对其实那也不是决定啦 那我其实只是当兵退伍之后还不知道要干嘛 就是想说再继续玩一下好 反正以前年轻的时候好像也玩过赚了一些钱 那就跟三五五好友还是约出国比个赛 看看运气怎么样 那在决定投入之前就是你当兵之前就有出过国比赛吗 有啊就是我大概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一些比较年纪比较长的一些排友 也是会约我们一起出国比赛 因为以前是约在台湾的比赛嘛 那后来就大家比较厉害的一些朋友 就是那我们那么厉害我们约出国比赛好了 就是以前就有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有那种出国比赛的经验 就是因为魔风去过非常多国家和城市 还还算蛮多啊 基本上大部分的大城市就是能办比赛的城市都去过 那第一次去会有文化冲击吗 就是说哦靠 因为比如说很多人去 很多台湾族的人去爱森就会觉得哇靠 因为我们第一次是去新加坡吧 所以还是可以讲中文 那那个规模是比台湾大很多吗 哦当然当然 因为那就是可能全世界的人都会去啊 对可能去亚洲日本人也会去啊 那就是整个你去美国那更不用讲 欧洲人啊全世界的人都会去啊 去那边比赛会呃怎么讲会激励你吗 或者会增加增加什么样的视野 就是会带回来一些什么东西吗 哦我觉得最大的部分就是去旅游吧 就是比完赛输赢可能还好 就顺便可以去旅游 因为这件事情看看世界是这里面最大的附加价值 我自己也因为就是出国去参加桌游展也就是跑了蛮多地方了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蛮好的附加价值 对啊因为如果你是专门去旅游跟啊顺便玩一下的那种心情又不太一样 因为那个特别去玩可能就要哇这每一站都要拍一个很紧凑 不能漏掉什么景点啊 了解 那比如说刚刚讲到唐凤 比如说像走进职业的话 对胜负的执着 就是胜负心事是必要的吗 还是他会是一个干扰 就是最好不要不要太 哦当然 我觉得就是可能从小个性 比如说你对于考试啊 喜欢前三名啊 或是要有一些竞争心的人会比较喜欢玩这种游戏 要不然 他们可能不太喜欢那种 因为有人赢了就有人输了嘛 是 那你输了心情就会不好 那赢了当然固然很高兴 但是可能这个心情起伏太大的话 可能不会很舒服这样 所以可能还是跟个性有关系啊 你有遇过低潮吗 那当然有啊 这个低潮一定是比较多的 是连败吗 还是 那就是你可能练习了很多啊 然后也准备了比别人多 但是还是输 那你怎么化解 比如说我以前的话 我压力很大的时候 会晚上大吃 我吃过400块麦当劳 一个人吃完 我觉得就是再赶快回去练习 希望下次比赛赶快来证明这一次是只是运气不好 这个低潮你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低潮 你说输的时候吗 那没办法输了就输了 你只能希望下一次做好 了解 你有没有印象几场就是比较大规模战役或者是2012年你就是成为世界冠军吗 对 我反而觉得其实可能得失心没有这么大的时候可能还会比较比较顺利 像2012年那个世界冠军我是从来想都没有想过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准备很多 然后大家又去那里又有时差 那我也是跟我的队友们讲说就是啊大家不要太平常就是 就是放开心的玩意 那是在哪里打 在美国的印尼安纳布里斯 OK 对 然后也不知道可能就是运气来了 然后就一直赢一直赢 所以是一去就要就开打 就是因为因为要省旅费那些吗 大概前一两天吧 我们还是有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有经验了 我说一定要提早去调时差 要不然根本就没有办法比赛 才能提早一两天吧 对 现在最近有什么black leaves matter的 就是美国人会对于就是其他那时候选手之间会看到 你是亚洲人亚洲联孔会有一些 这个还好 你说像那个他们不会对这种事情有比较多的排斥 就是基本上大家还是就是看大家玩的好不好 那比如说高手的朋友大概也是高手 那我们这种比较弱的人就是跟比较弱的人聚在一起 太谦虚了 那那一次的话是那个打到世界关系是要打几天 然后打大概几场 第一天好像是那个时候好像是71个国家 然后淘汰到剩32个 然后第二天要淘汰到剩8个 然后第三天就是8强决赛这样子 酷耶 8强的话是单淘汰吗 对对对 8强就是单淘汰 就是淘汰 就是你8强输了就剩4强 然后冠牙 然后冠军 你整个过程都没有得失心 还是到后面的时候会觉得说 哎靠我好像有机会赢耶 对因为他们说那次我那次真的是算是如有神 我好像那一天打下来总共打了不知道十几场 我好像只输一场而已 而且那场好像也是无关胜负 就我们已经我们已经进8强 那到8强之后会开始变紧张吗 当然因为他就是坐在摄影机前面打 然后大家可能我们那时候还好 因为我们那时候五名小卒 所以大家都把压力放在对方的身上 因为对方是那种比较有名的国家或是选手 那他们就会觉得他们好像比较会夺冠 所以我们就好像是爆冷门 大家都一开始也没看好我们 所以大家也是不知道可能不知道怎么报导我们 懂 那时候的话就是后面8强大部分你说比较厉害国家 除了美国还有其他的 说到美国 美国就是在我们进8强前最后一场关键战 就是谁进8强 基本上我们已经输了 但是我的队友自摸一张 就是唯一一张能赢的牌 然后逆转了美国的那个 那个现在影片上都还有流传 就是大家要消遣那些美国的那个 美国的那很厉害的人的时候 就会把这影片出来消遣他 OK所以是一个 那时候的话是很多观众吗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最关键的 就赢了就进8强 因为大家都觉得美国队一定会进8强 因为美国队那一年是非常强的 所以台湾那时候干掉美国 所以周遭的人有惊呼吗 或是 当然当然就是那个影片是非常夸张的 所以网络上现在YouTube可以看得到 找就找得到 你那时候来会觉得很振奋 或是觉得奇迹吗 对所以那就是我们运气好 因为我们其实已经输了 没有还是有实力 那张牌就叫奇迹 就是那张牌的艺能就叫奇迹 所以那个他们都会觉得说 台湾就是奇迹的 逆转了美国进入8强 那进入8强 还有遇到比较大的挑战吗 对啊 那其实进8强 其实进8强的国家跟选手 就都是很强的 其实能进8强的对手都不会太差 所以都是一点点些微的差距 你有特别说 哪几国遇到要小心 或者是哪几国就是实力比较强吗 跟人口一般 有点忘了 因为他那个蛮久 我忘了只有8强 那总体来说 魔风的就是会玩的 除了台湾之 台湾美国之外 有哪几个国家是比较 日本啊 日本非常强 日本很强 对 那欧洲呢 欧洲 我觉得日本是美国以外最强的国家 因为日本应该是 长时期有玩紫牌游戏的文化在 所以其实他们游戏王啊 历史都很悠久 所以他们好像 日本人玩卡牌这件事情 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最后冠军的话 开心吗 当然开心啊 因为完全没有期待 所以那时候特别开心 奖金应该还不错吧 那时候 那个时候是多少 四万美金吧 OK 对 但是四个人分就会还好 OK 对我发现你维基百科上面 还有你的相关的排名啊 相关的 那就是 那应该不是你建的吧 大概我的好朋友做的吧 我不知道怎么弄的 他有提到 就是比如说我们玩这些 可能我们上一辈 或是长辈比较不了解的娱乐的时候 像刚开始开桌子店的时候 我爸以为我在开德州布克 是 对那 你爸妈就是应该知道你常玩这些游戏 从高中开始 当然附中是一个很学风自由的高中 他们怎么看会反对 还是说 就是蛮尊重的 其实我爸妈对我的态度 一直都是很开放 就你想干嘛就干嘛 只要 只要你OK就可以 但是 所以一开始我 没有出去找工作 然后在打这个牌的时候 我也是不敢跟我家里的人讲 就是 我都宁愿说我什么事情都没做 我也不要说 我想要以此为生啊 为职业啊 对我觉得说 因为可能讲了就会被问说 是能赚多少钱 你到底你每次都赢吗 还是怎么样 就不想被问那些细节 但他看到你常常出国 应该也代表说 好像有搞头或是 对但是 他可能就觉得 他们可能就觉得说 反正你OK就OK嘛 对那他们不会 他们算是 很感谢他们 让我这么自由的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真的 那2012得到世界冠军的时候 他们知道吗 该不会他们也不知道 知道啊 他们知道啊 那时候新闻有吗 好像有报纸 还是有 反正有报过一阵子 对一小一小篇吧 那他们开心吗 当然开心啊 就是说很好啊 你就做你喜欢的事情 你开心 然后又有赚钱 那最好 当然是这样子 后来就是高中的时候 你刚刚有说 那个小佑吗 或是小谷 或是玩访的多多 他们都是很早期 就是接触这些魔风 然后再来是桌游 发现大家现在都还是 在开桌游店 那其实我觉得 那个心境 我觉得十几岁的时候 跟三四十岁 一定就是不大一样 会有一些感触吗 因为 现在还是非常多人 就是特别是 我觉得桌游市场 好像是卡牌 我觉得还是有在慢慢的成长 对我觉得可能相较于之前 有某一段时期 好像大家都在沉迷网路游戏的 像我自己也是一直在玩魔兽世界的 就是可能大家最后还是想要走出来面对面 是桌游开始发展的契机 就是从2000年到2008应该蛮久的那种 大家都在家里玩网路游戏 你现在开游戏平方吗 在中山站 是 我觉得你们的装潢 就是其实非常现代 跟一般的 我认知的桌游店 我以前也开过 就又不大一样 就蛮时尚的 那这部分的话 就是有同时在经营桌游 也有在经营魔风吗 是是是 因为那个时候 我刚好就是出国的时候 就是因为国外的卡牌店 就跟台湾的不太一样 就国外没有特别的卡牌店 他们其实就是有卖桌游 也有卡牌 也有餐厅 就是都混在一起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概念很好 所以我才回台湾的时候 就想说 那如果我要开 我应该要开一个复合的 就是不要太局限 说一定要玩什么 就是玩什么桌游卡牌 吃吃东西 喝喝东西 这样子的地方 因为你们店在二楼 然后是在一个蛮热闹的娱乐区 是 那时候在悬点的时候 你有特别的考量吗 其实我那个时候 只是就是想说 要找个交通方便的 我就基本上就是 那种双捷运的点看一看 OK 对那刚好就遇到 然后就主 没有特别想什么 了解 那你觉得这几年经营下来 比如说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因为我相信就是说 刚玩 刚接触桌游 或是卡牌游戏的人 包含我自己 就是我那时候 十几年前刚接触的时候 也是惊为天人 然后接下来可能玩一玩就会想 那喜欢的东西开一家店 好像蛮开心的 是 你也是这样吗 还是说你是 怎么样的心情开这家店 以及有没有符合到一些预期 我那时候开那家店 就是因为我刚刚说我出国啊 然后飞来飞去的时候都会看到说 原来有店可以开成这样啊 那有一天我就想说有一天我飞不动了 我就回来台湾开一间这样子的店 对那也是在我大概从2008嘛 我大概是打了七年 那2015年开游戏平方的就是 我决定就是不要再飞了 觉得这样太累 真的啊 对对对 因为每天飞来飞去 其实最高纪录在一年要出国十次在比赛吧 就基本上就是每个月都在出国 一开始应该蛮新鲜的吧 对但是后来他都去一样的地方 我就觉得 像那个巴黎可能都去四次了 还是五次 就是你每次都去一样的地方啊 那你就 后来就会觉得说 差不多了 OK 对对对 巴黎去过四次 还有吗 还有其他城市吗 很多东京可能就是一定是去到烂调啊 然后什么像是那种什么马德里啊巴塞隆那种 都已经是去复数次了 都觉得不行了 就是什么还是去来去都去着这些地方 台湾有办过 也有台湾最后一次也是在办在就是花博那边 好像是2016年吧 因为他是那个他的那个比赛模式是像是世界循环赛嘛 他是叫 Tournament GP Grand Prix的一个比赛 那他就是标榜了就是搬在全世界 就是他一年可能可能四五十场 那时候你有参与主办吗 没有没有我是选手 OK 那个时候主办都是官方 OK 为师资官方 了解 那在台湾有什么有什么不一样吗 还是 我想把冠军 那次的冠军是台湾人吗 是日本人 OK 对 那一次的经验 比如说第一次在台湾那么大规模的话 台湾其实在 我玩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办过了 是 他这个比赛其实历史很悠悠 在我玩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子的比赛 我们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就是高中的时候 在台湾就有 所以台北其实很久以前就是25年前吧 就已经办过这个比赛了 那其实蛮特别的 因为台湾其实是一个2000多万的人口 其实也没有到很多 可是我发现我觉得台湾的人的消费力还有 其实蛮多地方的实力其实都蛮强的 是 对 你会觉得魔风台湾人的话是有一定的实力吗 我觉得比较多现在的客人感觉都是我们那个时候高中的 高中的时期在玩的 然后现在已经出那个已经出去赚钱了 然后来回来消费以前小时候的那个遗憾的这种客人是大部分 就以前没有钱可以 对对对对 其实很多都是这样 连我们自己也是这样 就是去收集以前的没有办法买的卡片或什么的 我们看一些电玩展或是在书展 因为我自己也有参展 就是有几次就是魔法风云会有很豪华 就是也不逊于那种手游厂商的一些参展 这个部分的话 应该目的的话就是还是想推广新的新的客群 对吗 是是是 因为我觉得以游戏厂商的立场来说 他一定希望越多的人新加入来玩更是最好的 那会不会对一些新进人来说 就是他已经前面有二十几年的历史了 那这些历史的话当然是 我自己是很喜欢有历史 有传统有这些光荣的人 那会不会对后进者来说会是一个压力 就是说我是不是要 不会不会 其实他的游戏规则是都是一样 那他的卡牌不会像说 你不知道旧的卡牌你就玩不赢别人 他每年都会出新的 他可能现在两三个月就出一个新 你只要知道新的东西就可以 你不用知道旧的东西 所以他不会对新手加入有什么障碍 那现在像比如说台湾的话 桌游专展其实一年会有两三个 像我们前阵子在松烟 刚办完蛮成功的新锐桌游展 然后还有在高雄办的那个月光桌游节 那迷走之前也有办露天桌游春日记 那你会期待就是 比如说因为卡牌游戏跟桌游 还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分野 那你会觉得就是说 未来有机会的话 就是会想结合 然后做一些更大的推广吗 我觉得其实像这样子的活动 结合在一起都是很棒 因为可能对于玩纸牌的人 他不知道桌游是什么 或者桌游的人不知道卡牌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基本上都是一个桌上游戏 那我觉得搬在一起 让大家知道有更多的不一样的游戏 我觉得是很好的 OK了解 其实因为你有开桌游店 你又是魔风陈进的世界冠军 那这些都不算是怎么讲 上一个世代认为的正规的行业 那基本上我自己也是 对那前面我们会问到很多人 就是还是想开桌游店 还是想投入桌游设计 还是想当比赛的游戏的选手 不管是电竞或是卡牌 其实我在另外一个 跟一个台北洋企画室的访谈里面 有提到一个幸存者 搞不好我们就是 我们的成功其实是一个可以参考 就是我自己会觉得说 他未必能当一个仿效对象 因为失败的人我觉得还是比较多 那是不是在这个部分的话 你有一些心路历程 因为你有低潮吗 想要分享一下 了解 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一定要喜欢你正在做这件事 如果你的考量里面有 比如说一定要赚多少钱 或是成本 或是很多商业的考量在里面 如果事情不如预期 那你很难支持下去 我相信像我个人而言 能支持我走下去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玩这个游戏 而不是说我知道赢了可以赚大钱发大财 所以那是bonus 对那是因为你一直很喜欢这个东西 你才做得下去 而不是说因为他可以赚很多钱 所以我才去做这点 我觉得那个出发点就已经差很多了 你有遇过就是比你资深或是之前年轻或是年长的人 就是他是想要成功 想要快速成功 想要靠这个赚钱 然后最后 还好 因为毕竟这本身是一个游戏 所以以他投入的时候 他一定是就是喜欢玩这个游戏 那可能一些因缘忌讳 他认识一些朋友 或他自己的练习很很顺利 然后他取得了好成绩 得到了成就感 让他能继续下去 然后刚好又赢了奖金 那有可能又可以支持他的生活 他越打越厉害 奖金越赢越多 这些都是不是当初能预期的事情 像我自己也是 我不是知道可以变成这样子 我觉得我不是先看到那个目标 我要变成这样 然后我才去飞 我才去比 懂 对 所以我跟你说 我一开始只是朋友找我去比 我一起去比 刚好运气好赢了 只是这样子的开始 台湾还有些厉害的年轻人吗 就是比较年轻的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 能玩的东西太多了 跟我们那个时候 娱乐过剩的问题 对 他们可能一次都接触太多东西 像手游或是电动 或是桌游或是卡牌 都太多太多 所以比起我们那种 25年前只有这个 就可能5个东西可以玩吧 那时候连网路游戏都没有 对啊 所以说可能那个时空背景不一样 以现在他们来 能选择的东西也更多了 所以其实你说好 这个很好玩 但是现在有更多很好玩 但我其实觉得 因为他可以 他可以红那么久 因为其实一般的桌游的 产品周期 产品的寿命周期 其实没有到很长 一定有他的道理 还没意在 那就算他的客群 就是我自己倒是没有那么悲观 就是说我觉得桌游 这种不插电的东西 他在一个时代 因为我觉得网路游戏的话 其实现在也慢慢被手游取代 那像这种不插电的游戏 我自己会觉得 只要这些人他有一点腻 或是他有一点点时间 他愿意稍微静下来 我觉得人都有面对面的 社交的需求 不然我们所有人都叫Uber Eat 或是Food Panda就好 我们都不用出去外面吃饭 对 是不是就是说 我其实自己会蛮乐观的觉得说 只要这些年轻人 虽然现在少子的话 他有一点点时间 我觉得一定还是会 也不是说复苏 我觉得他会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娱乐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主要的重点 还是在于人跟人见面的互动 因为像魔风也有线上版 但我一点都不喜欢玩线上版 真的 对 然后像那个拉密那些也有线上版 我也完全不喜欢玩 对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游戏 就是要跟人一起玩才好玩 而不是说 而不是说你有线上版 那你在家里就可以玩了 我们之前其实有遇到团队 他想要开发 开发那个 之前有那个 就是有团队去找你试玩 就是开发 类似即换式卡牌的游戏 但他其实又跟桌游又不大一样 因为他的商业的性质 就是变现的方式 其实不大一样 那对这些 想要开发即换式卡牌的设计师 有没有什么建议 或者是他是不是要结合IP 他可能成功率可能会比较高 其实我觉得像这样子 等于是新创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只能去做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资格去评论 他到底会成功还是失败 但是他就是在他失败之前 他都还有机会成功 他的失败就是 他不做了他就失败了 我之前作为店家 以前好像我记得也有魔戒的 然后也有冰玉火之歌的 甚至好像先见其他传是不是也有 有啊 以前那种单机版全部都 现在都改成网络版再重出一次 那我觉得像现在最红的当然就是宝可梦 或是游戏王 可是我听一些其他有在玩卡牌 就是说宝可梦其实有点过于简单 可是这种简单是不是也是符合 比较时代的需求是潮流 或许啊 或许 所以其实可能现在的人不想要玩太难的游戏 以至于魔风可能没有 大家都觉得太难了 我觉得一样就是阿瓦龙或狼人赛也是一样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部分 我自己一直觉得东亚的环境 包含中国日本台湾韩国 就是一个高工时的状态 然后我下班或是下课之后 还要这么烧脑很累 对就是他的娱乐时间其实没有很多 他就是大家可能比较不像欧美 他那么多的娱乐的时间 他可以处理很多 包含体育 包含其他的娱乐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就文化上的差异 对 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改变 或是变好 你在最后 有没有一些个人的座右铭 或者是对这个行业 或者是对游戏的竞赛这种选手 有一些建议的 不要是心灵吉堂 真实一点的 就我个人的座右铭 这个不是心灵吉堂 就我一直都坚信的事情 就是有失必有得 所以当你在某个地方失去了什么 你就一定会在某些地方 在得到些什么 所以我觉得 老天是很公平的 OK 今天谢谢子敬 给我们这边 结束 那喜欢的话 欢迎帮我们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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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